大家好,我是不慌,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无罪的罪人第三集 在上一集里,保罗出狱的当晚,罗斯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 你当晚在卡罗林的家里,我看见你了 本集开始,面对这条神秘短信,罗斯冲出屋外,立刻回播了过去,但是要无音信 只好发过去短信问,你到底是谁 小八看到罗斯慌乱的样子,问他怎么回事 罗斯将手机拿给了小八,并告诉小八,卡罗林遇害了 当晚,他去过卡罗林家中 尽管罗斯强调他没有杀死卡罗林,但是小八的伤心和谋杀无关 那么罗斯真的是凶手吗?老雷从噩梦中惊醒,他梦到罗斯杀死卡罗林 老雷的妻子罗林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招头 因为梦境往往都指向现实,但是老雷始终坚信罗斯不是凶手 卡罗林的凶杀案得到了全国关注,罗斯的家也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一家四口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记者的摄像头 罗斯又接到了神秘号码的短信 达文捅舱,下午三点,一个人过来 罗斯来找到了老雷一起分析这条神秘短信 并告知了自己当晚在卡罗林家中的事实 尽管老雷很生气,罗斯现在才吐露自己当晚在凶杀案现场 但是也还是警告罗斯,最好是要直接报警 如果罗斯迟疑要去的话,就一定要谨言慎行,提防且听器 并告诉罗斯,他准备聘请一个叫做米亚的女性律师,共同负责这个案件 小巴的日子同样不过,他在一个画廊负责销售工作 今天在画廊门口遭到了记者们的围追堵截 好不容易躲过了他们,又接到了领导停职的通知 尽管小巴是苦苦哀求,他真的非常需要一份工作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但是,家中的事情已经影响到了画廊正常运转 失业的小巴来到酒吧里借酒消愁 和酒吧的酒保聊起了家里的事 酒保只是问了小巴一个问题 你觉得凶手会是你的丈夫吗? 面对这个问题,小巴很笃定地说,丈夫不是凶手 警探李哥正在遭受汤米的质问 因为擅自帮助罗斯去探视室,见了利亚姆 李哥距离力争,丝毫不去汤米 反而责问起了汤米,为什么不去调查利亚姆 明明两个案子的捆绑方式是一模一样 眼看情况有些失控 老尼一出来打了个圆场,把李哥喊出了外面 警告李哥不要再插手这个案子 但是李哥仍然没有答应 看到老尼走后,就给同事打去了电话 他要利亚姆案全部资料 罗斯在家里纠结了许久 最终还是决定去见一下这个神秘人 窗外的暴雨和罗斯的心情一样,焦躁不安 三点整,罗斯准时来到捅舱 一番寻找之后发现 神秘人竟然就是卡罗林的儿子迈克 此前,他去贤富高架里调查之时 曾经和迈克路过一面之缘 迈克质问罗斯为什么要杀了他妈妈 罗斯自然不会承认 但是迈克接下来的发言更让罗斯吃惊 他在卡罗林遇害的当晚 拍下罗斯和卡罗林在家的照片 罗斯赶紧询问 那一晚迈克也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出过卡罗林的房子 但是答案是只有罗斯一个 罗斯建议迈克把照片交给自己或警察 但是迈克告诉罗斯 已经把照片交给警方过了 那么罗斯就很好奇 那你把我喊过来的目的是什么 迈克的回答 有一些莫名其妙 我想看看你的脸 罗斯回来后 也将自己和迈克的见面告诉了老雷 虽然没得到什么有用信息 但是现在至少有证据证明 那一晚并非只有罗斯一人在场 迈克也在 而且迈克很有可能很多天的晚上 都潜伏在了卡罗林家附近 然后老雷给罗斯介绍了新的伙伴米亚 都怪米亚会和他们一起开案件状态会议 会议开始 汤米拿出警方这边的证据 病理报告 相关的照片视频 演示结果等等 老雷发现 他们将老雷列为了证人 老尼则辩解道 因为针对罗斯 有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 一直当初老雷在位时 罗斯调查卡罗林案时 隐瞒了自己和卡罗林的关系 并且还将罗斯的心理医生列为证人 罗斯指责汤米等人是在耍花招 因为如果喊心理医生出庭作证 但是医生为了维护医患保密协议 肯定什么都不会说 然后汤米等人就可以把罗斯描绘成一个隐瞒信息的人 想要以此来误导陪审团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法官打断了他们 显然 法官看出了汤米等人的小把戏 警告了他们 审判必须要围绕证据和法律 然后老雷也发现了 证据里没有看到麦克所说的提供给警方的照片 汤米只好说照片刚刚收到 还在做真伪分析 最终法官做了一个决定 汤米等人今天必须要将照片证据上交 并再次警告他 距离审判还有时钟 不要对辩护律师和法庭有任何的隐瞒 否则将是玩火自焚 晚上回到家 罗斯告诉了孩子们今天会议的情况 以及法官批准了罗斯和老雷进入案发现场的提议 不过出轨的罗斯 目前仍然没有得到孩子们的原谅 女儿小姐让罗斯告诉他们 还有什么对罗斯不利的证据 因为他们不想在新闻上 或者同学的八卦里看到这些证据 罗斯只好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全部都是间接证据 这些证据或多或少都指向了 罗斯可能是杀人凶手 比如说那天晚上 他在卡罗林家中 卡罗林的家和罗斯的车里 都是两个人的DNA 以及他们俩存有大量的短信 以及卡罗林怀了罗斯的孩子 以及卡罗林实体捆绑的方式 和以前的一位受害者相同 所以杀手一定掌握了未公开的信息 而儿子小凯却问了一个 让罗斯心碎的问题 你会接受认罪协商吗 认罪协商是指犯罪嫌疑人 主动认罪 以获取相对较低的刑罚 尽管罗斯向儿子强调自己没有杀人 但是小凯想让他主动 认一个过失杀人罪 这样可以避免终身监禁 而过失杀人只要判八年 比起外界谣言 子女们的不信任更让他心碎 沉默地离开了饭桌 躲到了卫生间里 小八过来安慰他 孩子们只是害怕了 并不是不相信你 然后也告诉了罗斯 自己被停止的消息 显然没有人过得开心 小凯把罗斯喊了出去 向他道歉 他并不是真的想让罗斯认罪 只是罗斯不断说出了证据 让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罗斯抱住了孩子 双方重归于好 老林和汤米也正在商量 如何对付罗斯和老雷 老林让汤米撤下了 妨碍司法的指控 这让汤米不急 但是老妮看得更加透彻 我们的目的不是搞出罗斯这个人 我们的目的是证明罗斯是凶手 老妮知道汤米很讨厌罗斯 所以对这个案子很是上头 但是老妮更了解老雷 老雷会利用汤米的这股狂热 来攻击他们 要求汤米要确保整个过程 有条不紊 面面具到公平公正 而不要出现所谓的复仇 狂躁恶毒 被戳穿的汤米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并保证自己会找到证据 办公室里米亚找的罗斯 问了他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 罗斯还是回答了米亚 他当然爱过卡罗林 而自己的第一次意识到 是在一个幼童性侵案上 卡罗林面对受害者 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温柔 仿佛一位天使 不断地安慰小女孩 告诉小女孩一会儿应该怎么做 鼓励小女孩 这显然是罗斯自己做不到的 也是罗斯轮前的开始 重新回到卡罗林家里 罗斯和老雷再次勘察起了现场 罗斯看着眼前的每一幕 都是自己和卡罗林曾经爱过的地方 老雷把罗斯拉到一边 他从里哥那头知道 罗斯还在调查利亚姆案 也就是那份未知的经验样本 但是如果老雷等人提出了利亚姆案 还有另外一个嫌犯的想法 那就意味着老雷等人必须要找到另一个嫌犯 而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罗斯打断老雷 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当控方展示出卡罗林死亡现场时 肯定会引起陪审团的愤怒 如果没有其他嫌疑人 那么陪审团的弄火就会喷向罗斯 所以罗斯不会放弃 而汤米也正在听卡罗林给罗斯的语音留言 卡罗林向罗斯提出分手 但是罗斯迟迟不肯放手 这很明显就是汤米需要的证据 晚上罗斯也收到了迈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立刻开始查看 里面主要是罗斯和卡罗林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 显然这些照片不是同一天拍摄的 这也证明了迈克长期潜伏在卡罗林家附近 而翻到最后 罗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以上就是无罪的罪人第三集的内容 那么罗斯的儿子和这个案子都会有什么关系呢 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